好 這次桃園機場的群聚案當中 有7人是桃機公司的委外清潔單位 另外一個人是機場防疫車隊的駕駛 不過外界很質疑說 這桃機公司的管理是不是破了大洞 但是現在對於怎麼樣改進 知字未提 好 更多內容 我們要連線在國會大現場的佩萱 好 國會大現場 我們今天特別請農民主委員 從高鐵站趕快趕過來跟我們對談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知道桃園現在目前的疫情 確實又開始嚴峻起來了 不過我們還是要追根究底 並且避免在可能的一次又一次的發生 那這次就要問到的是桃機公司的態度了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 其實有部分的桃園市府的人員 好像透露出一點不滿 他們覺得自己被背了黑鍋 因為包含的是這個防疫的車隊啊 或是相關的桃機委外的這些清潔人員 好像控管的責任 其實是來自於桃機嗎 委員 是 因為桃園市政府 當然是地區的指揮官 地區的一個防疫的一個中心 包括防疫的一個政策 防疫的步驟跟時間 這個部分當然是桃園市政府 做一個統合的在這個區塊中間 可是因為這次的桃機公司 發生在是一個比較特殊的一個區塊 那邊也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生活圈 所以在每一項的SOP 第一線的管理 當然是桃機公司 當然是民航局 因為民航局的局長 現在還接他董事長 我也不知道是他這麼有空 去管這樣的防疫 還是分身乏數 那我個人是覺得 因為現在最新的變種病毒 Omicron它傳播的速度 比Delta還要快速很多倍 那如果我們在第一線的機場的 各項人員 他真的是以不變硬萬變 那我坦白講 那絕對不是超前部署 好像在等的事情大爆發 當然原本八位 昨天晚上又加了一位保全 跟三名在金賞歌友會的 這個整個一個部分 所以未來的關鍵兩個禮拜 不光是桃園人在關心 全國的人 我想也是非常揪心 希望他這個能夠減災 能夠控制住 那當然在淘機的部分 我是覺得 真的應該要確實檢討 我看到這個我們總經理 是說他很不捨很痛心 當然因為我們包括信實集團的 打掃的阿姨們 他們都是滿年長的長輩 這個我們也覺得很痛心 那除此之外 能不能讓這樣一個痛心事情 不要再發生呢 所以在這個時刻 除了我們把防疫 減災做好之外 我覺得內部要確實檢討 要怎麼做 我個人想第一個 一直沒做的 就是我覺得我們要面臨 傳播速度這麼強的 一個病毒的時候 低線人的一個防疫設備 我覺得又鬆懈 防護衣 護目鏡 其實大家去機場看 大家又忘了 我覺得立刻要加強 全面的低線 在低線走動 不管是保全 不管是打掃的 阿姨們或者在低線執行人 要加強防護 第二個一直沒做到的 其實國外機場有人做到 就是讓不同的人流 要真的在區塊上面 能夠分流 走的不同的方向 即使是同樣空間 也透過標線 它能夠區隔 包括了入境 出境 甚至工作人員 真的大家要走不同的空間 現在的一個狀況 這個大家入境 你還可以去購物一下 你可能可以坐下來 有空喝喝咖啡 你不斷的在接觸 你知道嗎 本來在境內 可能沒有感染的人 這樣的一個我覺得不太對 是不是是 如果把這樣的免稅店 變成一個線上採購 直接人不對人 直接領獲的一個方式 我覺得這個一定要做 最後一個是避免接觸 是不是能夠固定一兩個廁所 尤其給入境的 現在入境一天到二三十人確診 給入境的比較可能 帶來病毒的固定的廁所 他真的現在入境還很自由 他可以隨便造任何一個廁所 這時候打掃的阿姨 他不知道這是A級危險高的廁所 還是比較一般的 所以我覺得廁所也要區隔 當然人道一定要有廁所 關內一兩個 關外一兩個 這一兩個打掃的人員 坦白講那是全部武裝 用特別的消毒方法 我是覺得這個部分 加強第一線人員的防護 第二個讓不同的人 能夠在空間上區隔 第三個就是避免接觸 很多點 我覺得應該要有具體的方案 委員我們也都知道 接下來可能 因為現在起開始 過年要返鄉的人潮 才會大量的入境國門 也因此又發生這些群聚的數字 不斷往上 您自己第一手觀察 在桃園這邊又去桃基公司 大家現在是不是機程人員 其實真的氣氛很低迷 其實我們在整個桃園 因為也特別的擔心 因為就近工作人員 蠻多的部分都是我們桃園的鄉親 在機場的工作 當然有一些是別的縣市的 但這麼大的量體 進機場出機場 所以我們今天要求 你桃基你必須 你必須做得更好 那不是你的事 是所有的一個生活圈 大家共同一個事情 而且很多事情要立刻要做 隨著過年來 像現在有幾天超過 就30個人 20個人在確診 加上現在7加7 那我也要拜託 如果在家防疫 要遵守防疫的一個規則 我想全國人入境的 大家都要配合 因為畢竟我們面對一個病毒 是傳染力更高的 大家都有責任 你要保護自己 也要保護別人 非常感謝委員寶貴雪堅 謝謝委員 謝謝 好 我們常常會套用一句 這個蘇院長常常說 人生的劇本不能偷看 但是防疫的成績 和防疫的答案 在過去這將近兩年的時間 每一個人都還在學 而且有從之前的慘痛教訓 我們更應該要拉高 我們整體的防疫標準 但在這一次包含的是國門 面對了現在大量的 返鄉過年的人潮 我們卻還是難道守不住嗎 尤其有了這一次 是不是應該更嚴防下一次 但我們從陶基的總經理 他那一封公開信裡頭 我們只看到他的滿滿的痛心 他的滿滿的不捨 我們卻沒有看到他實質 對於現在國門的邊境防守 以及相關的基層人員 該如何真正的落實照護 以及避免可能的感染 這才是我們真正要了解的重點 也因此我們還是要呼籲政府 或者是相關的地方父母官 以及陶基公司 現在此刻當然要守住 可能的感染源繼續擴大以外 同時你要擬定作戰策略 避免未來的事件 還會一再再發生 我們把視線鏡頭交換給同類 避免未來那麼多